当地时间周一 美国股市经历了今年以来最惨痛的一天 同时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了 十多年以来最严重的倒挂 为美国经济可能出现的衰退 敲响了警钟 当地时间周一的交易中 随着美国股市暴跌 美国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 降至2016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几乎完全抹去了 特朗普胜选后的所有涨幅 与三个月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相比 最大差距达到32个基点 上一次出现如此严重的倒挂 还是2007年4月份的事情 当时次贷危机爆发的红灯 刚刚引引亮起 国债收益率倒挂在全球范围内 都被视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经济衰退的预警指标 在过去50年中 美国经济每一次衰退前 都有类似的倒挂出现 其中包括上一次的次贷危机 如果倒挂直受发行的 也并不一定会直接导致衰退 但是这一次的倒挂 早在去年年底 就有经济学家提出警告 持续到现在已经半年有余 并且倒挂幅度越来越深 市场分析认为 鉴于美国经济面临的多重风险 近期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还存在进一步下跌的可能性